我們同樣的東西 上面是3到8列 那我們就改一下 改在10到15列 這個範圍 那10到15列 A到G欄 這個範圍 所以你等一下就稍微制定一下 把這個當成我們要的範圍寫成 那就是直接再給它一個什麼呢 給它一個框線 常用裡面的所有框線好了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要給一個 就是把這個地方給一個所有框線 讓它有個框線就可以了 表示說我們VBA的結果是放在這裡 函數的結果是放在上面 做個區隔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要來寫個VBA怎麼做 剛剛有第一個設定環境 環境我想應該OK吧 就是只要你的環境是2010的話 是要這樣設定的 可是2007的設定方式又有點不太一樣 那個2007的環境 設定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在那個補充資料裡面 進階裡面 這邊有個萬年例 那這個畫面呢 是2007的畫面 它的設定方式是這樣的 在 也是一樣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呢 點下來之後的話 本來是在那個什麼 制定工作 工作 制定什麼 這個叫 功能區 那這邊要改一下再常用 位置不太一樣 不過呢 差不多的位置 這是2007的畫面 所以如果說你的電腦是2007的話 是要用這個方法 那最後一樣喔 聚集的安全性呢 要把它啟動所有的聚集才可以開發 所以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設定完 這個是我從我那邊拍下來的 要啟用聚集安全性 這個畫面是一樣的 那我們要做出來就是 要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 點一下萬年例 它可以跑出來 清除 就把這個範圍清掉 OK 那程式碼的話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幾行而已 不過 看 看到可能會有壓力 暫時不要看好了 暫時跳開